接近网络热门 一个新的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啊 咱们传统的无线的组网方式 不应该是有无线的Mesh ACAP 甚至是包括一些电力猫的一种方式吗 这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叫天线亏线 我完全可以把家里没有用到的有线电视同轴线来 然后把这个路由器的这个天线延长过来 路由器天线亏线 阻抗50欧 同轴电缆 阻抗75欧 阻抗不匹配 有啥后果呢 能量传递不过去 效率下降 说人话 WiFi数据会更容易丢包 可能打游戏不太靠谱 最少有可能损坏五线路由器 这个后面的这个线 是我延长天线以后很稳定啊 这个是信号枪图 不要测这个 要测一下网络延迟 可能出现延迟增大 甚至丢包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是路由器的每个天线发射频率不同 如果你这个房间接的是2.4这天线 那你就没有5G信号 反过来毅然 而这个路由器5G频段是四个天线的 每个5G天线带宽是600兆 你一个房间直接一根天线 最多也就是600站网速啊 不可能再快了 总结来说 不要搞这种所谓的天线亏钱覆盖法了 一点不靠谱 有着闲工夫 还不如多规划一下网络如何预留呢 10年智能家具工程师 带你拔下行业底库 从零二转智能家具